美國國務院在回覆英文《大紀元時報》的郵件中表示 我們譴責對大紀元印刷廠的襲擊 並敦促香港當局徹底調查 並將肇事者繩之以法 美國對壓制獨立媒體 以及用其他方式壓制言論自由表示關切 包括出於政治動機去針對記者 我們致力於捍衛新聞自由 在全世界更自由、更廣泛的獲取信息和思想 言論自由 包括新聞工作者的言論自由 對於透明度至關重要 同一天 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也向《大紀元時報》發來聲明 譴責中共對新聞自由的打壓 蓬佩奧認為 襲擊大紀元印刷廠的事件令人震驚 但卻並不令人意外 美國應該發出明確信息 繼續壓迫香港人民 侵蝕他們的自由 特別是新聞自由 是不會被容忍的 到目前為止 美國已有至少八位國會議員 和多個團體表達了對《大紀元時報》 和香港人民的支持 譴責中共的打壓行為 佛州參議員斯科特辦公室通過電子郵件表示 美國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捍衛民主和人權 對抗共產中國的侵略和謀求全球霸權的行為 《政治風險》雜誌發行人科爾表示 雖然代價昂貴 但這次攻擊是給《大紀元時報》的榮譽勳章 雖然代價昂貴 但也說明了 在揭露中共的關鍵時刻 《大紀元》的報導是給中共的沉重打擊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 感救助 先別多忍 他將致仰 cur療